一代宗师红线女 有南国红豆之美语 人称女姐 红康粤剧艺术创始人 从艺六十多年 参演过七十部电影 二百出粤剧 作品贵赤人口 女姐不生醉心粤剧 更开创了独树一格的唱康 红康 对粤剧界的贡献 影响深远 一九九零年 在广州创办红豆粤剧团 培育新一代粤剧接班人 而她就是女姐其中一位 最有趣的门生 郭鳳女 十二岁考入广东省粤剧学校 被女姐赏识 看中她桑音清脆 扮相甜美 基本功扎实 能文能武 其后正式修为入室大弟子 自此就与恩施红线女 结下深厚的师徒情谊 对年轻的郭鳳女来说 师父的悉心栽培 除了令她粤剧上的功力 技巧 和情感变换都得到提升之外 亦通过招值相对的相处 领悟到做戏做人的道理 郭鳳女勤学苦练 唱腔圆润优美 富有稳美 演技嫌熟 感情细腻到位 心得红腔精髓 受到观众的热情拥大 成为红豆粤剧团当家正印花弹 同时被评选为国家一级演员 是一致供应继承红派艺术的搞搞者 今晚就由这位冯女姐 为我们演绎红腔的精髓 感谢观看